這個頭髮最好今天抓完出去一整天回來 還是完好無處 包括連型房的時候都可以維持在一個很好的狀態 這應該不會黃標吧 我講型房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n 翔 這次大家應該有發現我頭髮亂到爆 是我們要拍髮蠟 但是我們這一次不是拍側瓶 我們這一次拍的是 我們至今做的髮蠟 其實在兩三年前就有很多人一直跟我們講說 為什麼Ken 翔能不能做髮蠟 其實那時候我就在思考 因為其實市面上已經有很多髮蠟了 那我在想說我應該要做什麼樣的髮蠟 那不是想說我們做髮蠟來那邊額錢 配人家錢隨便做了一個掛了我們自己的名字 就來賣 在思考說我們要如何做一個好用的髮蠟 怎麼樣可以做出區別 怎麼樣可以做出市面上有很多髮蠟 可能做不到的一些地方 那有些髮蠟其實真的也很好用 但是還是有一些眉中不足 有些是很好抓不好洗 有些是很好抓不好戳開 很好戳開 但是不夠堅挺 每一家各有所長 在想說如何把這個綜合起來 讓所有的消費者抓起來是好洗好抓又好看 味道又好聞 一做我們做了幾年 兩年 然後這兩年中我一直不斷的一直催促 我在想說就是我們的團隊太爛嗎 為什麼一直那麼久 但是這一次我們終於做出來了 就在這裡 這一次我們就是要抓兩個人 一個就是我 一個是Nick 為什麼 因為Ken長本身有一點點自然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有自然捲 我以為頭髮是直的 我自從有一次給Roger看完電瓣以後 就變這樣 永久有效 對 但是會出現第二個問題 就是碰到爆 有很多人可能要去抓油頭啊 或是說 比較一些服貼的髮型 那就必須要有一些很堅固的髮品 因為有的人啊 他在抓內油頭這種髮型 都不喜歡太膚 然後又喜歡的目的 所以啊 我的頭髮剛好 可以用到我們這個02期髮蠟 來去抓 那Nick就不用講 因為Nick的頭髮本身就很細 所以說如果他今天 他的髮品不夠堅硬的話 不夠堅挺的話 那其實他頭髮會抓不太起來 再加上他頭皮又容易出油 所以變成是說 這個髮品的乾濕度 一定要拿捏好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市面上 有很多的髮品 其實它是有光澤感 可是很容易會扁塌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你只要一出油 感覺就會髒 那我們在台灣這個氣候裡面 只要用這個頭髮 感覺失戀感 過度的情況之下 讓人家就會感覺 你好像打了好幾場籃球 想盡了各種的方法 要如何讓整個髮型 抓起來乾爽 堅挺 好形 味道有好聞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啊 其實這也是 消費者常常有的心聲 還有包括我自己身為髮精 做技師的心聲 通常啊 可以讓頭髮很堅挺的髮品 都非常難推開 但是 我們研發的這一款 027髮蠟 非常好推開 要非常好推開 就是非常的好抓 如果你不信 你買一罐回去就知道 好像同身公 我講認真的啊 我告訴你 這幾個月 都沒有折扣 等一下成本太貴了 幹 這個做出來的時候 尼盒跟我講價錢的時候 我都快吐行 我就說 哇靠 那麼貴耶 因為一開始我們在講說 髮品這個成本應該很低啊 這個成本跟我們自己 進其他品牌的 進貨價是一樣 那我們賺屁 自己的品牌啊 對不對 也是啊 對啊 自己做出來的小孩 就是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到它好評度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我還想再研發其他 其實這研發的過程裡面 真的是很多心酸啊 就是我們不斷的 拿到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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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做一些很多人 沒有做的事情 拿來的時候我們去抓 抓完放在桌上放 放一兩天看 裡面的質地會不會變化 然後有時候我會覺得出水 天啊這個髮蠟會流汗 就是當髮型師做髮型的樣子 對 因為你一天要抓好幾個 我一天都抓了十幾個 然後自己就可以測評說 它到底好不好用 好了話不多說 廢話太多 抓起來好看才是真的重點 那Cent長就開始來測試 終於 去測我們自己家的了 應該很多業配會接不到了 OK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我們 GO OK 現在Cent長把頭髮沖完了 這次會跟大家分享 私上跟乾上這兩個方式 在造型之前 我會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私上 台灣男生其實真的不太會抓頭髮 我們不管韓國啊日本啊 我們不要管他們 那不干我們的事 因為那是他們 很多人說日本人會抓頭髮 那是他們家的事 那最主要是 社會台灣的男生 會抓頭髮的人 其實不是很多 不是說男生不愛漂亮 而是真的很難抓 像我小時候 每次把頭髮吹完的時候 一抓上去 頭髮就會被卡住 然後亂掉 毛掉 所以是在想說 到底要怎麼抓 哇效果會好 因為我們想要有膨度 立體感 那通常這個髮皮 會特別黏特別乾 那往上一撐 就整個扯到 所以我很小的時候 就一直在想說 奇怪 到底有什麼好用的髮皮 那到長大自己像設計師以後 我看到很多髮皮 其實還是也很難用 我們在想說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這個頭髮吹完的時候 髮根就可以固定起來 往上撐 那如果是用濕的上呢 因為濕的 像我們去出這個 027的這個 髮尼拉 我們在濕的時候 我們假要抹在頭髮上 它清水性很強 它是直接溶解的 那顧名思義 我們直接溶解掉以後 它就可以均勻塗布 均勻塗布 我們吹乾的時候 它就可以有膨度 那如果說 像我這種 要抓油頭的 我是整個塗完 我吹乾 基本上它就搞定了 非常方便 非常好用 非常適合 台灣男性的使用 因為台灣 騎摩車的人很多 很多人戴安全包以後 頭髮會 砰 在抓頭髮 以前用髮皮的時候 其實不容易抓到髮根 很容易卡住 不容易均勻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髮根的支撐的話 那我們這個頭髮 淡安全包 守在一波 它還是很容易會有碰鬆度 先讓整個頭髮的方向感 碰度 全部都先製造出來 所以就是 濕上的好處 所以才研發出 可以濕得上的髮辣 你看我現在這個頭 跟版本容易差不多 現在我要全部好輸 所以我現在需要有一個 讓這個頭髮固定的效果 的發瓶 那東方人頭髮其實都偏硬 所以通常我們去輸油頭 這塊可能會掉下來 那接下來 Kentang就來使用 027髮尼蠟 這個品質其實質感非常的好 那這邊有寫一個 027髮尼蠟 每次看到這一排字 我就覺得很感動 打開來給大家看 因為我跟大家一直在講 這個髮辣要好推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在講髮辣的時候 都是還是以設計師的角度 我一直以來就是 比持人我是客戶的角度 我想要什麼樣的東西 接下來Kentang就挖一坨 大家可以看 這個味道我真的很喜歡 這個味道真的是 稱謂有氣質 各種服裝基本上搭上去都不怪 接下來來試給大家看 我現在已經挖出來了 是不是很好推 直接推開 就往頭髮上 因為我剛剛是已經 沖完水了 完全不烤 香水的味道 就這樣淡淡的散出來 雨聲聞到馬上脫褲子 我現在先打完底了 這個油頭其實稍微還有點附 有一點的八二分 成熟但是不會太 太狂野啊 如果今天全部 歐背頭往後的話 會太野性 所以我今天還是做一點 這種八二的感覺 然後我這個抓完了 我發現 我好像不用吹 就好了 不行啦 但會頭痛 而且還有一兩座掉下來 太像漫畫人物 你看 全部都沒了 散開了 吹乾就非常簡單啦 就是我們照我們剛剛所抓的髮型 在髮根的地方 把它全部吹乾 吹出我要的方向 我們要的方向 基本上這個頭髮已經抓好八成 所以說對很多的男性來講 很好用 那現在出油頭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記得 像這邊很容易掉下來的 我一定會先把這裡的髮根做支撐 然後還有吹頭髮 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喔 一定要吹太陽穴 二頭部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你大著年紀就知道 會偏手衝 一定要吹乾 太強了 真的好 效果真的 大家應該不難發現其實 這個到底真理好了 各位想再加強一點的話 可以抹一點 不用太多 大家剛剛有發現吧 剛剛Cent上一開始在抓的時候 其實量就沒很多 就這樣一個手指挖起來 一小拖 適量就好 不要過多 但是我們這款髮尼蠟 有一個特色就是 你抓多它不會屌被 不會 抓上去會結塊 因為我已經試過好幾個人 所以不用擔心 建議大家一直不要抹那麼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節省一下支援 一罐很大罐 一下抹太多很快還是用 那接下來就是 去做一點修邊 測試一下 它肩不肩挺 很好 塑形力很強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回復性也很高 它還留有一點光澤 對 最主要是味道好聞 持久度高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好抓 好推 我相信很多人去買一個髮品 一定會碰到這個問題 通常這個好推的髮品 都會稍微有一點 不夠挺不容易 比較容易推開的 然後感覺比較像辣的 它其實差不多一兩個小時 會有出面有感 因為這個台灣比較潮濕 因為這些髮品 很多國外的日本 因為他們的天氣比較乾燥 他們比較不會去 思考到這個問題 台灣真的比較嘗試 所以說通常我們用髮蠟 就會容易有 因為它本身就已經有一些黏度 這一點就是 我們也去克服它 我們自己出的這一款 就是它會帶一些光澤 但是它好推 最主要是 它固定性很強 因為台灣的男性 還是希望這個頭髮 最好抓完出去一整天回來 還是完好無處 包括連 行房的時候 都可以維持在一個很好的狀態 不用剝頭髮 對 所以應該不會黃標吧 我講行房 我們換下一個髮型 我們GO 3 2 1 GO 好 接下來我們就使用肝上 一定會有的反應 我也不可能每天早上起來洗頭 現在突然臨時 要去讓頭髮變好看 今天可能要去約會 一定會是直接肝得上 肝上就像肝達剛剛前面講的 不容易推胎 然後不容易均勻 所以很多人就為了這件事情而發生 我只要講出一句 就是當你頭髮一抓了之後 就亂開始抹 對 所以大家通常都會抓到變失敗 為什麼失敗 因為一亂又繼續再抹 繼續抹又繼續抓 然後越抓越多 頭髮就越抓越遠 然後最後整個髮型 完全變得不能看 如果男生在抓頭髮 就會碰到這種困難 最後他反而就不抓了 就是為了這一點 所以研發出一個 非常好推胎的髮品 就是027髮品 哇好業配 感覺喔 終身購物給你到 可是我講的是事實啊 現在我們抓我們的這個NIC 我們027經理 那他的頭髮就是偏細 又容易出油 他在抓這個髮品的時候 他真的很挑 就是要找對髮品 然後抓他的頭髮才會好看 要不然就很容易出油 他的頭髮就已經不多了 再出油 那真的是 看起來跟海膽一樣 就是一根一根一根的醜屎 好 那一樣 我們抓在手上以後 揮開不會一塊一塊的 接下來很簡單 就整個頭戴 很香對不對 嗯 而且這個香不會讓人家覺得餓 因為其實男生的香味要拿捏得好 要不然的話 會讓人家覺得有點過敏 其實我真的是很隨性抓耶 這樣抓一抓 基本上頭髮通通通就出來了 線條感也出來了 喔 立體 立體 因為好推開 然後支撐度很強 所以基本上 我在抓NIC頭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整個頭 這樣薄過 他的全部都就戴上來 太簡單了 我已經抓完了 你可去參加電影 有沒有覺得自己做出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很掉 一開始我對我們自己還沒什麼信心呢 我都老實講 講真的 不要說老娃 賣瓜絲賣自花 因為是真的好用 我也太敢介紹了 當網紅是雙面刃 你賣東西 如果東西不死在 大家就把你幹爆 其實當時在研發的時候 其實心裡也是如魚薄餅 做出來的東西 很怕被人家說 只是在賣密切 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做出來的東西是好用 我自己才說得過去 要不然我都會不會不敢拍 OK 這就是示範乾抓的樣子 像NIC這麼難抓這種 細軟髮 頭髮又不多的髮器 我們的髮蠟都可以抓起來 我相信一般人的頭髮都可以抓 因為我們兩個髮型 非常的極端 我是粗硬 NIC是細軟 那細軟髮很容易出油 然後不容易肩挺 那粗硬髮是很容易彈開 今天示範兩個髮型 一個是服貼 一個是線條感跟立體感 那兩個都可以用 這就是我們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們027終於出了髮蠟 如果大家覺得不錯的話 大家可以來試用看看 好 順便告訴大家 我們這款髮品什麼時候開賣 5月4號開賣 就是我在生日後的第三天 我5月2號生 大家明白了嗎? 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大家 好,那在哪裡賣呢 大家可以看影片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大家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來告訴我們027團隊 我們這支影片上的時候 我們現在已經換了新的店面 順便告訴大家 我們要擴電 也是因為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們的客人量也越來越多 接下來就是擴電 也是附近 在長春路122號那邊 因為還在裝潢 4月23日到8月1號 我們會在中山站的赤峰街這邊 那赤峰街那邊的店面比較小 我們是暫時、零食 會在那邊 那我們所有027的團隊 都會在那邊服務 大家不用擔心 那當然赤峰街那一間 就沒有我們這裡那麼主席啦 就是一般的那種沙龍店面 大家就是請多擔待 那邊有個好處 但是樓下吃的東西很多 那邊有很多穩健 如果大家想要裝逼的話 就是可以撿完頭髮去裝逼一下 好,一樣 如果喜歡我們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 那記得按一下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見 見 見